大家好,我是千鸟 今天難得不打遊戲 要來教大家 怎麼樣去R新的官網 下載一些玩家自製的菜式 首先,我們要打開瀏覽器 然後在網址列這邊輸入 Social Club 點Rockstar Games 點Com 然後Enter 這裡就是R新Social Club的官網 在這裡可以看到一些 R新的遊戲、訊息、活動、新聞 如果出現的是英文或其他語言的話 我們可以在最下面 這邊去做更改 有玩GTA Online 應該都有加入Social Club 就直接點右上角的登入 然後會出現登入的方式 選擇自己所使用的平台 像我是用PS4版 就用PSN登入 按了之後會跳出一個新的視窗 輸入自己PSN的電子郵件及密碼後 按登入 畫面會自動跳轉到Social Club的設定檔頁面 如果原本PSN和Social Club的帳號是分開註冊 它會要求再輸入Social Club的帳號密碼來做連結 Social Club的密碼格式是 必須包含大小寫英文字母及數字 如果忘記的話或許可以幫助大家想起來 接著我們點選上方設定檔隔壁的遊戲 然後選擇GTA 5 進來的時候如果遊戲的版本不正確的話 可以在這裡調整到自己玩的遊戲版本 那我當然是選PS4 這裡可以看到一些遊戲的統計資料 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點點看看 確認版本之後 我們今天主要的目的是要下載玩家自製的猜測 就點選GTA線上模式 如果是要載單一猜測的話就點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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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現在如果想要玩這個好了 像我現在如果想要玩這個好了 或者是也可以在上面搜尋猜測的名稱 或者是也可以在上面搜尋猜測的名稱 我想要玩... 我想要玩這個,我點它之後 點它之後,往下可以看到它的說明跟地圖 雖然是自己想要的 就可以在左下角 這邊有個加入遊戲,按下去 它搜尋猜師這邊還提供了一些進階的選項 像是可以看猜師的類型,我要競速 然後遊戲的模式,是開車的 玩家八個人 看這邊還有地點啊,載具種類啊,可失去的物品 這些篩選項目 如果是要載一整個猜師清單的話 就點遊玩清單 那我這次用搜尋的 例如Sideman 這是我上次直播用的清單 然後看到...想要的 就點它 一整個清單一起抽藏,就點這邊 加入自由喜 也可以收藏清單中的單一猜師 方法跟剛剛一樣 點了猜師之後 到下面這邊 按加入自由喜 選好之後就打開GTA Online 如果原本就已經開好的話 就先下線再重新上線 打開選單,線上,猜師這邊 進行拆試 以收藏 然後可以看到競速 剛剛卸載的地圖就在裡面 很多都這樣翻譯 所以建議認圖比較清楚 那如果剛剛收藏的是清單的話 就在這邊 遊玩清單 然後我所收藏的遊玩清單 那剛剛的Sideman就在這裡 實際在玩的話 主持人可以在遊玩清單快結束的時候 操控去載新的 這樣玩完就能夠立即開心的 那我們這次的教學影片就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或意見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